接下来要带你来关心淡水北海岸的重点新闻 年底九合一大选越来越接近 每到选举都会举办选举募款的餐会 或是候选人提供账号给支持者进行小额募款 淡水警分局就从选举期间开始 就加强宣导防诈骗的手法 过去诈骗集团用选举募款方式来诈取民众的金额 从5000元到10万元都有 因此也提醒民众现在选举剩下几天 若是有类似可疑的电话或是文宣 最好先查证以免手片上当 年底九合一大选越来越接近 不少过去候选人为了要选举花费庞大经费 因为每到选举都会举办募款餐会 或者是候选人提供账号给支持者进行小额募款 但是警方过去接获许多案件 表示有许多诈骗集团撑着选举期间 假冒各候选人来进行募款 基本上我们有这个状况发生 有耳闻这个状况发生 这也是一个新的诈骗手法 那这诈骗手法大部分就是 这个假冒候选人的亲属 跟你掏关系啊 说你是你的亲属 那支持哪位候选人 那请你能赞助金额这样子 然后跟你说我们这边选举需要多少的金额 请你来赞助这样子 那我是提醒民众 希望能够求证 求证这个亲属 是不是他亲自打电话过来给你 所以先不用慌张 接到电话之后呢 大概可以跟他讲个两句 我们就先挂掉 然后赶快求证说是不是 真的是有打电话请你赞助这个金额 警方表示最常见的诈骗手法 就是运用电话假冒候选人的亲属 或者是竞选团队 来向民众诈骗 警方也说若是民众接到类似的电话 一定要先求证 是否真的为候选人的亲属 以免受骗 这个其实骗这个金额大概五千到几万 甚至几万几十万不等 那可能依照个人的那个 这个赞助集团的一个模式 去跟这个当事人 他所他的能力 可能会去诈骗十万五万八万 五千金额也是不等 所以一旦在电话里提到金额的部分 无论是赞助或是相关的一些购买的物品 都必须特别小心 警方表示 淡水警分局从选举开始时间 加强宣导防诈骗的手法 过去诈骗集团利用选举募款的方式 来骗取民众 金额从五千到数十万元都有 因此也提醒民众 在选举剩下几天 若有类似的可疑电话 或者是文宣 最好先查证 以免没有支持到心目中的后续人 反而受骗上当 记者是团队一 电视台方报道